Hello,欢迎来到其实你应该,我是Dandy 在这里呢,希望提供给你一些生活小建议 你可以参考,可以预防,也可以鄙视 希望你从中呢,获得一些思考的新方向 今天要来聊聊,其实你应该了解 过年红包怎么包呢? 农历新年已经到了,就在这个时间点呢 大家已经开始返乡,甚至已经开始过年了 那这个时候呢,你总是免不了会遇到一件事情 就是红包 如果你是学生族群,你就非常开心可以收红包 但是,就是不幸的,你就已经是上班族出了社会 你就要去学习怎样包红包 那听到这里讲说,有什么好学的 就是看要包多少都可以 No, no, no,其实有一些习俗 跟有一些你不为人知的小秘诀 建议要跟大家透露一下 那在讲红包怎么包之前呢 先来分享一下一件事情就是 最近的那个clubhouse 大家应该有跟上这个的潮流 之前有一集就稍微带到 我本身试完了两三天 觉得说它真的是一个蛮有趣的 就是社群媒体 而且它的形式是蛮创新 你就可以在里面真的听到很多观念跟想法的冲击 跟心得的分享 如果你是有想要从事一些创业 或是你就是可能在某个领域你想要找一些同好 去做一些探讨或是聊天的话 那边是一个还不错的场合 那更不用讲,如果你想要学podcast 或是你想要学什么youtuber 他们那边有很多的 就是现在的所谓的podcaster跟youtuber 都往那边集中 所以他们有开所谓的房间 你可以去加入甚至是发文 那这边就是小小的工商服务 以前如果你有想要跟我做互动的话 因为我发现我的就是听众 有些真的是在海外 就香港 甚至有些在一些西方欧洲国家 那如果你有想要跟我直接聊天的话 你可以到clubhouse那边去搜寻 其实你应该就可以找到我 那如果我有开房间的话 就可以实际的就能跟我在那边聊天互动 好了,那第二件事情呢 我要跟大家分享关于说 我最近看的一部电影叫做《气魂》 它是一部就是台湾的果片 是由张震跟张俊宁这个组合所主演的 导演是之前的目击者跟红衣小女孩的 亿万票房导演陈伟豪所知道 这部电影呢我在看之前 其实我并没有抱了非常高的期待 但是看了之后呢 就意外觉得说 哦,她的题材跟我当初看预告 跟看她的新闻稿的时候 是有一点点让我感到惊奇 这部片呢 她是聚焦在一个豪宅所发生的一个凶杀案 她在开头就是直接就是警车到 他们一个豪宅去发现一个凶杀案 然后呢,在里面饰演就是检察官的张震 她的老婆是张军宁 张震呢,在里面其实她的演技算是难度很高 因为她在里面减重的12公斤 这里面是真的是保守 然后她在里面演的一个是癌症的患者 那这次其实预告就有 所以我不算堡垒 然后就在演说 为什么他们要去追起这个凶杀案 到底有什么样的背后密信 跟她在侦查过程中 发现的一些奇奇怪怪的神秘的现象 我看完本身的评价是还OK 就是蛮喜欢的 她的剧本的创作 我算是在后半段的 所谓的翻转的部分 觉得做得还不错 但是我其实在中后段 其实就猜到她想要干什么 但是很多人都说,哦,就是很烧脑 然后觉得翻转再翻转 我就是觉得 就是被这部画给那掉靠的性子 让我非常大的期待 我说,哇,她到底要多翻转 她到底要玩什么东西 所以就在我在看的时候 就会有点分心 想说,我就是要猜到 她到底结局要怎么去设定 所以我觉得片商当初 就是主打翻转再翻转 然后什么烧脑 因为他们新闻稿就是这样 所以不是我爆雷 是他们所有的新闻的曝光 都是以这个为主咒 那就会掉高了我的期待度 让我进去看的时候 就觉得说,哇,她应该非常的厉害哦 应该非常的烧脑 而且我本身刚好就是对这种烧脑电影 非常的喜欢 像是,嗯,意大利之前一部片 叫做完美陌生人 就在餐桌上发生的故事 或是西班牙之前 有一部电影叫做布局 那他们的那个剧本设定 都真的蛮厉害的 然后更不用讲 之前有一些很经典的片子 都有重新的复刻上映 像是大卫邻区的穆荷兰大刀 它是被选为世纪百大的第一名电影 然后更不用讲之前的 诺男,就是天能那个诺男 天能基本上就已经很烧脑 它之前还有一部神作 叫做基因评图 也是复刻上映 也是非常烧脑 那这种东西就让你的期待度变得很高 因为它竟然挂上烧脑二字 就会让你觉得说 哦,你会就是一定很难看得懂 所以气魂呢 它本身的剧本的确是蛮有心意的 而且觉得人物的设计上面 也是真的挺用心的 但是就是看完之后 你就会觉得说 还是有一点点可惜 但整体来说 你会觉得哇 台湾真的走向了另外一个境地的 就是它在恐怖片 跟悬疑片的那个题材设定上面 然后还有它的美术上面 就是我觉得它有延续 它之前在目击者 跟红衣小女孩那边的美术的视觉 然后沿用到这边 所以就是蛮有趣的 因为它设立的时间轴 是在台湾 未来十年之后的故事 但是我必须要吐槽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就是 我那时候收到新闻稿的时候 因为里面有一个古兵 这个演员 他演一个老头 这在剧州就有 然后预告也有 它就是因为 它是设立在十年之后的科技嘛 所以它就是会擦着 一些所谓的呼吸的 那个知识器 那呼吸知识器真的是 但是我看它那新闻照的时候 我还再三的认真想说 它是在开玩笑吗 这是一张搞笑招 它是认真的剧照 因为它真的太像 太像iPhone的耳机 放在鼻子那里 我跟你讲 你现在听完我这句话 请去Google 气魂加古兵 你就会看到那张照片 它抽在录影上 然后等于就是把一个 iPhone的有线耳机 放在它鼻子的鼻头上面 我没有在开玩笑 它真的就像这样子 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但是我觉得这部片呢 好了 刚刚那个是有点偏开玩笑 但是我觉得这部片 它整体的分数算是蛮高 因为它算是近年来 我看到纽杯以往的那种 恐怖片的设计 我觉得它算是非常用心 在剧本的安排上面 也算是有符合 就是翻转 再翻转这个词 但我觉得实际上 你看的那个观影的趣味 就留待你自己进西岩去体会 就不多说了 好了 就回到今天的主题 再讲说 到底过年该怎么包红包呢 首先第一个就是关于说 红包的数字是有大学问的 就按照习俗来说 大家应该略知一额 就是四这件事情 单数跟四 是不能够出现在红包里面的 因为四被认为在 就是传统的华人文化里面 是死的血印 所以像是你要包红包 就不建议包四 但是它可以出现在 丧礼的白包上面 那怎样的数字 比较吉祥呢 就是二六八 这个双数的数字 所以呢 你可能可以包一千 或者是两千六 或是三千六 这样子 或是三千 一六八零这样子 这样都可以 但是呢 就是通常 如果还有个单数 如果你的开头是 一千三千一万 这样的单数 是可以被接受的 不是说你一定只能包双数 如果是一千三千一万 这样的数字也是可以 但是如果你是要包一千多 就后面有尾数的话 就会建议后面的尾数是双数 比方说一千二三千六 或是 那你就会遇到个问题了 三千六再上去 通常不 三千八比较不会是一个数字 通常三千六上去 就会直接跳六千 所以大家就会卡在一个 我要包三千六 还是要包六千呢 那就看你自己的经济水平 去做一个评断 那数字这件事情 就是大家要避开四 跟单数 然后单数呢 你的开头是可以是单数 比方说一千三千一万 这种普遍是被接受的 但是像是你如果包一千一 一千七 这种后面的尾数是单数 就比较不建议 而且这个通常会被视为 这种比较不吉祥的数字 只能够出现在三里的白包 红包建议就是尾数 一定是268为主 好啦那关于包红包的小秘密呢 就是在第二点 尽量使用新潮 就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有很多的银行 他们就是不建议你去零贵提灵 就是降低那个 就是要互动的那个风险 所以呢他们在ATM里面 其实都是放上新潮 如果你现在还没有提顶 明天还有一天的时间 或是在过年期间 其实你去一些 比较大的银行的ATM里面 去提顶现金的话 其实也都是新潮 那你想说 不是都是钱 都可以用 真的有这么必要 在意这件事情吗 但是你知道 这就是一种心意的问题 当然人家说他新潮 你就会觉得 哇特别的开心 他觉得你特别的重视 这个红包 所以如果时间允许的话 就建议你就是去ATM点个新潮 因为他不会花多少时间 然后再来就是关于说 如果你包的数字 并没有很大的话 不要你预计是包个一千 一千二 那就建议说 你所谓可以考虑 全部换成百潮 因为百潮在某些人眼里 还要觉得比较吉祥 因为它的那个颜色是红色 看起来比较吉利 然后这样百潮 还是可以垫出一些分量 如果你今年刚好 因为疫情的关系 年终缩水 或是有些人是延迟发送 不要怀疑 真的我听到很多 身边有些人的公司 今年莫名其妙 就是他不在年 前 发年终奖金 他们都把年终奖金 移到年后去 甚至把这个月的 因为这个月 通常有些人是 数号 发薪水 通常 合理来说 以前的公司 都会比较宽带一点 然后甚至比较 贴心一点 他们会提早 发薪水 让你在过年期间 你的手头 会比较宽松一点 然后你也可以 就是不较不会有压力 但是今年 莫名其妙 可能是因为疫情 或者是种种原因 累加 就是很多人 就是年终竟然不是在 年前发 是在年后发 这个事情 真的也是 蛮值得让人家意外的 我不知道 是不是符合老基法 因为年终 应该是没有算在 老基法里面 但是我听到 身份的确有 这样的案例出现 而且不止一桩 但是呢 遇到这个奇怪的 疫情的影响 我觉得大家就只能 摸摸鼻子 自认倒霉 因为我觉得 这个年终件事 很像不是 能够去要求 它算是一种 你可以争取 但是它没有依法 你可能没有办法 就是限制 它说一定要 年前发 更不用讲 有些今年的 航空公司 甚至是没有年终 所以我觉得 有年终 就已经要 惜福感恩了 好啦 接下来第三点 关于说 包红包 这件事情呢 就是 孝亲红包 只能够往上 不能够往下 就跟 通货风筝一样 跟物价一样 所谓的 只能够调涨 而不能够调价 我觉得这件事情 是有待商榷 像今年 就是我觉得 它很特别 如果你今年 你刚好就是 很不幸的 你们公司的 经营状况 不是很稳定 所以你的年终 降低了 或甚至没有年终 那我觉得 合情合理来说 这个规则 可能就可以 不用这么的 易选 这个包红包的 所谓的 只能够往上 不能够往下 它算是个 如果你真的 心有余力的话 你当然可以这样执行 但是如果你真的 就已经 你要吃土了 月光了 那就是尽量 不用说 一定要跟上 这个习俗 但是如果你面对的 那个长辈 它是非常 在乎这种古典的 古典的礼数 或是习俗的话呢 你就是建议 就是尽量不要往下 尽量至少持平 就你往年 可能包三千六 你今年过得比较 就是OK的话 你就一行位置三千六 那你今天赚很多的话 那就可以考虑 值上六千 但是如果你今年 就是真的没有年终 那你可能万般不得已 就是往下的话 你可以就是用买礼物 作为一个替代选项 或者是不妨就直说吧 我觉得长辈 应该都能够谅解 因为今年的疫情 真的是太诡异了 就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接下来第四点呢 就是关于说 包给晚辈的心意 也要注意 为什么包给晚辈 也要注意 如果你是要 包给年纪比你稍晚的 一些你的直子子女 或者是你身边的 朋友的儿子 小朋友之类的 那建议就是 同一价格 就是不要大小心 因为有时候 那小朋友就会比较天真 他说到红包 就会把钱抽出来 那就会很尴尬 那为了避免这个状况发生呢 你就可以选择 同一价格 你这样就会比较 没有压力 而且你不会拿错红包 因为有时候 你真的会不小心 包完出去 发出去红包拿错 那也是蛮尴尬的 好啦 那第五个呢 就是关于说 包红包出去的时候 你的红包袋 不可以封口 然后不能够用旧的 这点真的蛮多年轻人不知道的 不能够封口是 你知道红包袋 它不是放进去之后 它的那个口是可以折下来吧 其实正确来说 如果它的设计上面 不是有那种 已经是比较特殊造型 它的往下折 那个是很大一片的话 那它就有一个卡榫的那种设计 那当然就是可以折下来卡榫 但它如果是一般 就是最便宜最便宜的 就是便利商店的那种红包 通常那种红包呢 它就会建议你不要封起来 你不要把它往下封 也不要用什么黏贴贴纸 或是黏一些胶带之类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就说 这种就是代表 没有用过的红包袋 就是一种新的感觉 然后一种好运的象征 所以呢 尤其是不要用旧的红包袋 因为你可能就想说 反正红包袋 就是里面装钱 大家钱拿起来 也不会在意那个红包 但是那就是一种习俗 他们就觉得用旧的红包袋 就感觉没那么好运的 因为新红包袋 代表这种新气象 然后一种好运的象征 所以如果你是 前面几年开始包红包的人 就要记得 不要拿你过往以前 包了红包袋拿出来 重新拿出来包给别人 因为有时候 有些人会偷偷做记号 签名在上面 你可能自己没发现 或者是像今年是牛年 你还拿去年鼠年 上面那种图案的红包出来包 那这些是蛮怪的 至于是人家就觉得 你怎么那么不用心 这种小地方 其实就是决胜点 好了 就是今天的关于说 了解红包该怎么包 让你不失礼 不伤和弃 第一点呢 就是关于说 数字是有学问的 尽量避开4这个数字 跟单数 然后268是 被视为比较吉祥的数字 2呢 就是尽量用新钞 就是请大家 就是勤劳一点 去ATM领一些新钞来包 第三呢 就是关于说 孝亲的红包 只能够往上 不能够往下 至少持平也是OK的 第四呢 就是关于说 包给晚辈的心意呢 也要注意 就是尽量统一价格 第五呢 就是关于说 红包袋不要封口 然后不要用旧的红包袋 就是在转给别人 好了 这是今天的 其实你应该 最后还是要说 如果你有任何意见 或想法 想要分享的话呢 可以到资讯栏 我会在IG YouTube 那么去订阅 留言 跟我做互动啦 最后还是补充 如果你对于 Clubhouse 你有加入的话 你想要之后 可能在我的房间里面 跟我做聊天 那你可以去搜寻 其实你应该 就可以找到我咯 好啦 这是今天的 其实你应该 下次见咯 我会在这儿子里面 知道吗 我会在这儿子里面 看 看 我会在这儿子里面 感谢观看